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帶您聚焦國際 美國總統拜登才剛結束亞洲訪問 北韓就在今天早上發射了三枚彈道飛彈 而美國與南韓 隨後也進行聯合實彈射擊 來因應北韓的作為 南韓軍方與駐韓美軍 今天各朝著日本海方向 試射地對地飛彈 外界認為北韓這一次發射飛彈 是為了牽制與美國加強合作的 南韓隱習越政府 日本方面則是表示 絕不容許北韓的挑釁 已經向平壤當局提出抗議